各位小朋友和家長,你們好 今天想和你們分享這幅漂亮的閃曉畫 你知不知道畫這個閃曉畫的作者 用了什麼元素去繪畫這個閃曉畫呢? 漂亮嗎? 其中有一個好像半月形,你看到嗎? 中間是否看到像玫瑰花一樣的圖案呢?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,有很多植物在這裡 那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? 其實我想告訴你們,很多的閃曉作品 是作者都在他的日常生活 透過他的觀察和體驗 利用我們生活上找到一些素材 然後把它變成一些閃曉的作品 今節日我想和大家分享這個訊息 希望你們都喜歡 什麼呢? 再次看吧 大家看吧 在一起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